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電影業 因為最近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 在網上跟一些年輕人討論 究竟電影業是不是死了 其實在這個世界裡面 除了電影業之外 也有很多行業被人說是死的 即是地產代理又死,很多不同的行業又死 即是報業又死,電台又死,電視台又死 娛樂事業又死,唱片事業又死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說出這些經常說 什麼會死,什麼會死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些人是跟不到市場的步伐去發展 因為其實說真的,世界是在進步的 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太弱流強 還有它有它的誠稅 電影業以前真真正正最高峰年代 真是80年代 即是說《周恩發英雄本息》 《刀馬彈》、《賭神》那個年代 真真正正是最高峰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有料的 內地的市場比香港大那麼多 你都可以在內地去一展身手 譬如徐克都可以在內地拍到《敵人結》 或者有其他導演上到去拍到一些電影 都是很好看 題材都是很豐富的 內地有內地的規矩 他們有一些意識形態 為了國家安全 有些東西是不能碰到的 你就在他們的框架上盡情去發揮 人家都做得升升又升 市場是大得那麼厲害 怎麼會是沒得做呢 沒得做只不過是你自己滑地為老 不去接受市場的現實 我在數碼轉型都說過 因為以前在那個定價 譬如10元出廠價 最最後因為傳統的銷售渠道 由廠商跟著給分銷商 代理商商場 再店舖 一層一層是可以 市場是接受得到你賣到100元 中間那90元就養到很多人包括利潤 但今時今日因為市場上的整個流程的短路 令到那個mark up 去不到100元 去到40元 有很多人就是被迫淘汰 被迫淘汰你沒辦法 因為市場是這樣運作 市場的價格是給到這個價格的時候 你不能在這裡怨天猶人 反過來就有很多人不是在市場下功夫 在10元去到40元中間裡面 人家都找到食的時候 為甚麼你不在那邊去想辦法去賺食呢 反過來就向政府埋手 因為政府就變成一個冤大頭 他們有大把錢 大家就去謀著的荷包 無論電影業就是這樣 或者是很多那些中小企的撥款 說要做推廣 不分 所有的企業都是打過主意 坦白說 其實我真的絕對有資格去拿那些基金 因為我真正正做很多推廣 回大陸自己出書 但我都沒有用過它一分一圖 我自己在想 我自己賺到錢的時候 我無謂走去打這些主意 因為始終這些是公帑 這些公帑的時候 又給一些更加需要的人去用 我不是說自己清高 而是只不過說 如果我在市場賺到錢的時候 我無需要在打政府的主意 以前有一句話叫做好仔不論爺田地 如果自己賺到錢 你無謂打自己老爸、爺的組業、產業 因為你自己都賺到錢 那就留給那些真的賺不到錢的人 如果大家成為了一個依賴 依賴政府是會在那裏解決的 其實是一個挺天真的一回事 因為政府始終都有水缺的一天 第一 第二 你只是滿足到政府的要求 而想不到市場的痛點 幫市場解決不了問題 你怎樣轉型都是沒用的 就是你那個行業的失敗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今天想說的關於一些市場行為就到這裏了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